因勇牺牲为祖国奋斗的美军 却因拜登口误无私尽说成自私 坐在后头的国务卿布林肯也紧张的捏把冷汗 拜登的频频失误令外界调侃 这是在挑战美国总统的年龄上限 纽诗记者也撰文 对这位即将年满80史上最高龄总统感到无比担忧 太老成问题连执政也失明心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声望再次惨跌 仅有13%认为美国未来前途有望 正在朝着正确方向迈进 但大部分受访者忧虑拜登政策匮乏 无力解决痛膨问题 而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医师捷克 杰克森十七号不但受访也在推文严肃警告 说拜登认知能力出了问题 不该被任命为国家元首 因为这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我们的国家在衰落 然而我们有一个没有能力捍卫美国的总统 这是悲剧 杰克森是本届美国国会新科议员 4月曾经随团访问台湾 尽管他是共和党 但透露民主党多数认为 拜登无法坚持到2024年任期结束 美国经济指标走下坡 民众不满连连国家困难的窘境下 健康高龄无效政策近期似乎成了 媒体给拜登赋予的三大关键字 记者陈迪先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